羅南鎮主委杯桌球錦標賽 今天在開園市場登場 一百多位來自縣內外的桌球好手同台競技 實力都相當堅強 在羅東開園市場樓上普居規模的主委杯桌球賽 熱鬧展開 所有羅東鎮的熟齡桌球好手前來一較高下 還有來自外縣市的桌球好手前來挑戰 今天是一百多年代的主委杯桌球比賽 來自台北 也有我們宜安關 來自家庭協會很多檔位 都14個檔位 只要說一年一度 都差不多百四五歲來參加 這一點也很感謝工作 提供來給桌球來面試打球 我們的生活 台北有廣告人員 退位的人員建設 差不多有兩百同學的人員來 在我們這個所在來欲求 我們早上五點半到十點休息 晚上七點半到十點休息 這時間提供兩個時間 給所有農地民 所有議員官民來聯求 我們輸家也有屬性 提供學生 來聯繫打球 讓他們才小孩 別去學打球 KK的割球運動工具怎麼樣 很好啊 因為我們的會員有將近兩百個人 所以平常都會長當主任 每天都有 我們固定是 現在改成年初是主委杯 年底是正運 正運就是要選拔第二年的參加現運的比賽 其實我們羅東的中年 算是宜蘭比較高的 對 我們學生可能就會比較弱一點 因為現在宜蘭非常認真地在教學 所以大人是非常好想嗎 應該是這樣吧 就是中年 你看我們這個帥哥 來鏡頭轉一下 他的球技非常好 羅章正近年來發展桌球運動十分積極 尤其是首領組的表現 在現在一向是身具競爭力 選手不論是速度、技場乃至於殺球都相當的有氣勢 往往甚至就在會派之間迅速結束 雷蘭新聞記者華文淑採訪報導